雨天的操控 不管是在彎道還是在沙停的部分 我覺得都還蠻安心的 操控上面 煞車轉彎還有一些安靜度 都算是在中上的水準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執行一項特別的任務 就是我們這次招募的網友 要來體驗馬吉斯新推出的 VSP旗艦產品 那我們規劃了四天的環島時間 在台灣的各種路面 來實際一下感受 這款產品的性能以及它的表現 在四天環島中 我們每一天都會找不同的網友來體驗 然後區分成 南北組 南迴組 花東組 還有北返組 總共四個組別 那這些組別包含了 高速公路 快速道路 省道 市區道路 還有一些山路啊 鄉間小路等等 不僅它的線數都不一樣 然後它路面的狀況也都不一樣 那在活動中呢 我們會記錄一下網友見證的過程 那希望透過網友接力的方式 來充分的展現驗證這條輪胎的各項表現 那我現在就把這個任務交給網友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出發囉 前一條它是比較偏向運動 但還是有保有舒適性 然後這條我覺得是一樣運動 但是它開閉的部分再更硬一點 感受上非常安靜啦 開起來很穩 坐起來蠻舒適的 比起之前的輪胎 這條輪胎用起來比較沒有什麼聲音這樣 今天路程下來主要都是高速公路嘛 試駕過程當中最驚豔的就是它的靜密性 之前我用過其他排的輪胎啦 高速的時候它的共鳴會比較明顯 這條胎目前用下來 基本上在120是沒什麼共鳴的 然後在高速切換車道的時候 它的支撐性我覺得 對歐洲車比較硬朗的底盤上面來講 搭配起來我覺得相當不錯 加速上反應也蠻快的 不會有那種遲滯的感覺 然後在變換車道的時候其實也蠻穩的 比較高速的過彎的時候不會好像車子有點重心比較偏 抓地力也蠻好的 原廠的輪胎 它的彈跳力非常的猛烈 坐上車的那種路感 其實不會到非常好 因為我全原廠我也沒有改過避震 這一次開舒適模式的話 我覺得會彈沒有錯 但是沒有彈到很不舒適 原廠配備的輪胎 它的抓地力跟VSP比起來的話 還是VSP會比較好一點 側型的部分也是一樣 T-ROCK因為性能側關係 在開的過程一直都讓人覺得非常的吵 換了這條輪胎噪音是比較沒有那麼強烈 這台車子它主要是有幾個不同模式可以做切換 比較常切換的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舒適 那另外一個就是R 在R模式路感上 黏著性比較高 會比較貼地 它的循跡性跟抓地 在剛剛走南迴的時候 表現的算蠻好的 而且它的循跡性 跟路感的話 都是比原廠胎來得要好 機槽它原本它配備的就是 雙層的玻璃 所以風切的聲音其實已經比較低了 比較好知道從底盤傳回來的聲音 這個聲音是比原廠的胎還要來得小很多 這個之後就是可能在跑久一點的時候 再看看就是它的魔耗性跟它的競速性會不會 因為里程的增加而影響 目前來說我覺得靜音表現應該是我說用過的輪胎最好 但是其他的綜合表現來講應該也排得上我用過的輪胎前三名 不管是在我高速行駛或是雨天當中 目前我的感受是比我之前是好很多 雨天的操控不管是在彎道 還是在煞停的部分 我覺得都還蠻安心的 煞車的部分我覺得整體也是算好 但可能之前習慣我現在煞有時候會稍微有一點點點頭的狀況 就我不確定是我煞太大力 還是輪胎煞停的距離需要比較長一點點 所以我常有時候到最後一刻會忽然再踩重一點點 常常坐在副駕的人的立場來說 我其實如果之前的搭車我不太敢看書也不太敢看手機 因為我會常常暈車 可是今天我就可以很自然的滑手機啊 然後看一點小小的文字的東西 對我來說我覺得舒適性是我目前最好的感受 台九線它的路凹凸不平也非常的崎嶇 可是它這次開起來的話我覺得它的穩定度很高 就算經過大的窟窿感受也很少 操控性的話就是轉彎蠻順的啊 如果開快車的話也不會飄來飄去的這樣 路面抖動的部分會比上一條胎 感受還好一點這樣 它給我的感覺是蠻安靜的 抓地力也都還不錯 操控上面煞車啊轉彎啊 還有一些安靜度 都算是在中上的水準 就舒花就是有些路面破損抖動 其實不會反饋到車子裡面 開起來是蠻舒適的 它其實給我的感覺就是它抓地性很穩定 其實我轉彎也不算慢啊 側向抓也都還不錯 雪碎的速限讓我覺得是很安靜 開起來蠻舒服的 不至於說會有那種很大的抬噪聲 或者是滾動聲 真心的覺得啦 不妨可以考慮看看 這台車大概跑一萬的時候 我有去問過原廠的輪胎 同規格已經停產了 很開心這一次參加這活動 有完完全全同規格的輪胎可以做替換 就是降低了我的焦慮感 整個活動來說 從規劃到跟我們聯絡啊 還有就是這整段過程的操作 其實整體上是非常舒服的 UKa辦這個活動我覺得蠻好的 整個行程我覺得都排得蠻不錯 不管是中間的休息啊 副總有來講解了馬吉斯輪胎 歷史嚴格 還有這條胎的特性 讓大家可以更了解這條胎的主要訴求在哪裡 覺得參加這個活動蠻特別的 因為也算第一次參加 整天下來的行程 一方面是測試輪胎 一方面這樣一路走下來 覺得蠻豐富的 覺得蠻好玩的 算是體驗嘛 因為我其實就是抽到以後 然後就請假 前一天先來台東 然後今天要再開會去 參加活動你才會很積極的出門 然後也是試試看輪胎 因為對我來講 就是試新的輪胎也是一種新的感受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測試啊 因為可以邀請消費者 然後雖然我不常開這台車 但是我會坐這台車 那如果依照一個不開車的人的立場來講 我覺得旁邊坐的人 其實要求的就是舒適 那我覺得這個台給我的感受是這樣子 其實我很少走去舒嬅 因為有這個活動 所以這一次走之後 我發現風景真的蠻漂亮的 有機會的話 一定就是要再多走一下這樣 因為其實這種活動也不容易參加到 有機會參加到是蠻開心 這體驗真的很好 我們可以幫忙測試新的輪胎 我們其實本身都很愛開車的人 所以有這種資訊這種活動 我們都蠻開心的 我是不客人的 我相信 South Korea 但是我們就想當地面 那個非常希望不怕 那是我 我們才會去營失? 那是我 它 這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